陶珠公范第一109年度论坛记新书发表会 当天现场做无需席,活动开始,由范水旺理事长邀请现场来宾起立,并向范离陶珠公行三次礼 我们向范离财神行三次公里,一起勾,再一次勾,三次勾 理事长带领众人宣读范公真人报告后,便开始进行讲座 首先播放世界法师中新联谊会会长,也是总裁的范胜刚博士勉励大家的视频 并由大人物之时管理集团董事长,瑞士欧大双博士的范阳松教授 讲述范离三聚算于财富积累策略,陶珠公的算盘与获利模式 对无陶珠公三次致富的商业模式,都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他虽然没有现在的网络的概念,但他让所有行业都透过陶珠公的品牌跟他通路 都可以卖掉所有的产品 第二位是真理大学宗教所教授,宗教与社会研究专家的张嘉林教授 则讲述财神信仰于范离之所以成为财神的理由 包含是儒教的公国伟人,道教的公儿扶居,为而不有的道商 以及民间宗教,则是伟大的商人的具体象征 第三位是日商企业CEO,知名孙子兵法知识体系专家 陈国正教授讲述陶珠公18商训体系与应用,资讯时代如何应用范离智慧 范离的一生历经了二度败相二细相,三成巨负三至今 亲身演绎了由大商到慈善家的三度轮替,其以举越藏著道德经二章中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功成而扶居的自然本心,对付刘仁坚的远景做了最佳诠释 居官能伟自倾向,这是不一到人神之起啊 再来由台大前主任教官孙子兵法研究,并出版百业总书的陈福成教授 讲述范离兵法期三十六计应用危机应变于风险一时始战 其中队伍范离,如何把三十六计思维逻辑,运用在人生战场上的大战略高度 又非常精疲的说明 要把范离跟三十六计结入在一起 因为连救范离这么久了,发现范离的思维逻辑都跟三十六计非常的无能 最后由前南投县县长,立伟,也是知名的教授彭白显县长为这次活动做结语 彭白显提到人生的过程,不是输赢结果二分法而已 发离作为一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政治及经济学家 对污美各现代人,在追求人生的境界时都能有各种的启发 我愿意用范离这样的课题,我们不断地去升华人生 你会用到范离,是因为范离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他做得非常成功 另外前立法委员也是台湾范市中勤联合会会长范阳胜 也有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与看法 这次活动,由社团法人中华陶珠公范离财神协会主办的 如何推广范离圣辰商圣思想,是由瑞士欧洲大学台北分校师友会 太上财神讲堂,中华宗教关怀协会,以及台北市法师宗亲会所协办 范水旺理事长希望能透过这次的讲座让国人对吴陶珠公范离能有更多面向的了解与体会 进而创造出自己生命幸福的人满境界 本台记者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